谈论车股,虎年以来都好像车股做得不错 比亚迪减上的星期五都大升 昨天继续向上 你觉得资金是否留意电动车相关股份呢? 其实由上年11月开始的时候 我想普遍的时间都是美国电动车股份的走势 带动着港股这方面的表现 尤其是美股会在特斯拉的动向来做一个参考 其实特斯拉近日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不过昨天因为美股近美市时出现回调的状况 所以特斯拉昨天跌了超过1.7% 去回907元这些位置 如果说比较谨慎一点的投资者 可能不妨看多1-2个交易日 看到特斯拉仍然靠在900美元之上 然后才看回港股那些电动车股 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就会比较高了 看到大人了 好绿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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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绿热